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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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喝熊黄药酒来避岛上的毒蛇 百花腹蛇膏本来是无害的 但是一碰到熊黄药酒 就会全身酸软 至少十二个时辰 除了阿谀奉承之辈 就是我们这四兄弟了 如果我们今天不动手 早晚也会给教主杀了 难道你们不怕我 怕 所以这一个月来我们一直小心戒备 冒着被蛇咬的危险 半滴神黄药酒的不喝 用百花腹蛇膏来将你治住 想控制我红安通的人 没那么容易 真不愧是教主 我们太低估你了 这么多内力还这么深厚 为什么他没有中毒 他不是神龙药的人 他没有喝熊黄药酒 是啊 所以我没中毒 你们中了毒 你们受了伤 这也就是说 现在我最大了 杀光他们 我重重有赏 重重有赏是吧 好 如果小宝真的立了功 你给他什么职位啊 放他做白龙屎 白龙屎 是什么 说来听听啊 本教 以教主为首 下面分青黄赤白黑虎龙屎 你一加入本教 就可以当白龙屎 这是史无前例 你会用 有什么好当的 他们一个不高兴 还不是把你给杀了 前一个白龙屎 就是个好例子 这样吧 你杀了他们 我们兄弟就封你为新的教主 听起来蛮吸引人的 你杀了我们之后 他们会反悔的 到时候 你还不是一样会死 让我想一想 别逼我 帮哪一边都没好处 最重要是离开这里 最惨的是我不会开船 如果不是 管你们打的 你死我活 小宝我马上走 没这么大的头 就不要戴这么大的帽 我说我 我看这样吧 教主这个位子 我是不会坐的 教主 你就宽恕他们 今天一时之错 你们 就逝去拿出解药来 一家便宜 两家得 如何 如何 喂 如何啊 没有人说话 那就我决定了 为求公平 等等 我答应你 你的提议也不错 你们听着 今天大殿所发生的事 本座会原谅你们 既往不救 我现在向天发誓 日后如果有谁 将今天的事 旧事重提 清算旧账的 就要进入龙潭 受万蛇钻咬 死无全尸 我发了读事了 那就好了 大家和气生财嘛 你们觉得怎么样 其实大家是 多年的好兄弟 今天有难 只是为了保命 根本没有要 尝尾的意思 我们就把解药交出来 好 大功告成 白龙使 两个时辰之后 来找我 什么事 白龙使 原来你真的不懂武功 不懂 我有脑的 人头猪脑 我可是白龙使 你敢这么跟白龙使 讲话 你是想 你敢 白龙使不懂武功 似乎不太妥当 教主 不如解了他的职位 本座说过的话 怎么可以不算 我不止封他为白龙使 我还要将我的绝技 上天入地 杀神一世传给他 教主不要啊 好啊 小宝最好学了 我学 龙儿 我教他这一世之后 我就会闭关三日 在这三日之内 你要帮助小宝练功 无论他有什么要求 你都要达到他的需要 除非你做不到 我没有什么要求 你都要达到我的需要 除非你做不到 你先出去 听到了没有啊 你先出去 是 我这上天入地 杀神一世 从来都没有教过别人 注意看 好厉害啊 运气真好 但你为什么要教我 教你这招 如果以后有什么人 要抢四十二张金 你就使出这招 保护经书 哦 保护经书 搞了个半天 是为了这个 好好好 我学我学 多谢教主 嗯 我学习 好 我学习 好 我学习 我学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